那我一樣 就是可以 桌上擺滿手機 收服這支還有下一支 還有一面開著兩台筆電監控 哪有最新寶物出現 太忙沒時間玩寶可夢嗎 這些人能隨時幫你升等抓怪 帶電產業其實從 大概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做 時間彈性是它最大的優點 附近的咖啡廳就可以直接帶電 也是要3到4小時 新興工作依賴著手遊寶可夢出現 只要給帳號密碼 收費標準依照經驗值 200塊起跳 怪獸等級抓一隻稀有的3000元 目前共有8個帶鏈專家 組成一個工作室 由於時間彈性又自由 吸引不少工程師兼拆 平常就有時間的時候在做 然後也是可以用 用遠端回去家裡的電腦 大概10多單吧 希望往企業化來發展 從接單量就能看得出來 寶可夢熱度不減 工作室甚至還企業化經營 推出幾點APP 寶可夢熱潮讓人走出戶外 但卻也讓不少人願意多花這些錢來換時間 就城市電中一碟台北報導 我想請看 總統工程師兼拟透 請看 旁邊的工程師兼拟透 旁邊的工程師兼拟透